世界上最复杂的桌子有5000个零件组成 展示过程让人大开眼界 这款桌子是由国外一名设计师发明的神奇圆桌 只有真正见过这款桌子的人 才知道它究竟复杂到了什么程度 这款桌子不像普通的折叠家具一样 它只有一层的设计 在桌子表面有着三层的旋转结构 平常状态下它就是一张普通的小圆桌 三层的设计可以让整个桌面开上去更加敦实 可是桌面一旦开始旋转 三层的旋转结构就会立马开始变形 这个变化过程看起来十分高端 正是因为设计师这5000个零件的设计 它已经将变形的过程变得非常精细 在旋转时周面会进行反向运动 直至旋转到固定的位置 它会呈现出完成闭合的样子 这样一款桌子经过旋转 可以增大许多面积 如果家中有客人来做客 那这样一款可以随意变形的复杂折叠桌 绝对让它们大开眼界 只不因为这复杂的结构 它的售价并不便宜 在国外能卖到其他5万美元一张 折合人民币就是50多万元 亲爱的小伙伴们对此怎么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最后咱们玩个小游戏吧 你要是能打出这个字 俺就叫你爸爸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